第六集 上一集我们讲的 唐小舟第一天上班 积极主动 让省委书记赵德良和秘书长于丹宏都吃了一惊 对他是另眼相看 赵德良让唐小舟和于丹宏商量接下来他下基层的事 于丹宏对唐小舟说 下周一是省委常委会 肯定不能安排 要不就安排在周二吧 唐小舟早已经拿出了笔记本在上面记着 同时问道 具体行程怎么安排 于丹宏说 第一站去德山 江南是农业大省 农业的地位决定着江南省的地位 以前的历任省委书记商人后的第一件事 要么去麻洋要么去德山 上一任去的是麻洋 赵书记就去德山好了 至于去德山看那些地方 由德山市委安排 我们在德山只住一晚 唐小舟明白于丹宏的意思 过去麻洋和德山是同一个地区 统称为麻洋地区 麻洋是江南省最大的地区 也是农业大省 全国的粮食生产基地 就中国有一句俗话 麻洋熟江南稳 意思就是说呀 只要麻洋取得粮食大丰收 整个江南省就不会饿肚子 政局就稳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中国的行政区画有几次大调整 先是撤区建市 麻洋地区就变成了麻洋市 后来又将大的市拆分 麻洋市便一分为二 变成了现在的麻洋市和德山市 唐小舟立即在本子上记着 口里将要点复述出来 好 周二 德山 晚上住宿 于丹宏接着说 第二站去柳全 和德山一样 住一晚 周三 柳全住一晚 星期四去阳通 阳通离雍州近 可以不住 当晚就赶回来 周五休息一天 唐小舟迅速在本子上记着 于丹宏所提到的三个市 是江南省西部的三个市 也是江南省的三个主要农业市 计划经济时代 德山市所在的麻洋地区 曾经属于江南省的第三大经济区 见于丹宏不说了 唐小舟又问 那人员和车辆怎么安排 车辆就按照数据说的 开一辆考斯特去 欧勤方面吧 带两个司机 冯彪和小张 再就是你和特户陈玉荣 办公厅方面 我是一定要去的 考虑到可能需要组织材料 征研市主任池仁刚同志 和秘书处的副处长 一忙同志要去 农业厅也要去两个人 具体什么人由他们自己令 农业厅去了 林业厅不去也不好 同样安排两个人 德山和柳全是每年防汛的重点 水利厅和防总也要各安排两个人 安全保卫方面嘛 省委的一号开道车要去 接待处去一个人 再由公安厅警卫处 安排一个人随行 现在有多少人了 十八个人 如果算上开道车司机 应该是十九个 汤小舟此前听说过 越是当大官的人 越是迷信 官员们一天到晚教育别人 要破除迷信 想起科学 实际上最相信运程风水的 正是这群人 他们痴迷的程度 远远超过商人 在整个江南官场 最相信这一套 并且潜心研究的 就是于丹红 于丹红不光研究运程风水 还研究一经八卦 除了这一类书 别的书他一概不看 他不仅自己研究 还和别人一起研究 他的家里经常是高棚满座 能够获准进入他家的 全都是得到高人 所以唐小舟有一说十八个人 再说了 于丹红爆出的也确实是十八人 于丹红接着说 嗯就这样吧 十八罗汉吧 1818要发要发 数字极力啊 考斯特能坐二十三个人 不能再安排了 一定要松一点 一天忙完 唐小舟陪赵德良回了家 赵德良没有住在省委大院 而是住在了迎宾馆 省委大院里有几个别墅群 最早一个别墅群建于解放前 只有九套房子 解放之后 这个别墅群成了省委高级领导的住所 当初规定 只有省委常委才有资格住进别墅 整个七十年代以前 这项规定执行得很好 丝毫没有走样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几十年前 省委常委换来换去 也就那么几个人 哪怕这个走了 那个来了 人数始终是相对固定 改革开放以后 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是一批老干部退了下来 进入了顾问委员会 人不在了 但级别却在 肯定不能让他们搬出别墅 新上来的常委住不上别墅了 为了解决这一交点问题 省委又修了一个别墅群 没过几年 这个别墅群又是人满为患 关键是 有些领导人虽然下来了 待遇却没有改变 还有些人 退位之前是赴省级 退位时往上升了班级 享受正省级待遇 这个待遇 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项 就是住别墅 于是不得不修了第三个别墅群 三个别墅群的格局形成 退休领导和在职领导 待遇上却没有什么区分 那些在职领导心里有些不爽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省委办公厅又想了个办法 在卫常委 除了享受单独别墅之外 还在营兵馆享受一套单独的办公用房 这营兵馆是省委招待所 除了几庄大楼 还有一个别墅群 这个别墅群 有个统一的名称 叫七号楼 七号楼不是一幢楼 而是一组别墅 中央首长或者其他省的省级干部 来到江南省便住在这里 平常 这些别墅作为省委主要领导的办公用房 其他人是绝对不会用的 赵德良来到江南省之后 他的夫人仍然留在北京 办公厅原本是想将 上任的省委书记 原摆明的那座别墅分给他 可是赵德良不肯进去住 理由是他只一个人 占了两套别墅 要安排至少两个内勤人员 所有设施也都得准备两套 有点浪费 如果住在七号楼 他这个单身汉的生活 就有人照顾了 营兵馆有后门和省委大院相通 另外还有侧门 与青山湖公园相通 营兵馆专门安排了一名服务员 为赵德良服务 不知是不是有意安排 这名服务员也姓赵 和那个一眼小燕子闻名的女明星 同名叫赵薇 赵薇二十岁 身高一米六八 比徐雅公的身材还要好 那是毫无疑问的大美人 以唐小舟的审美标准 就算是有雍州第一美人支撑的乌丹 也比赵薇要逊色几分 第一次见到赵薇 唐小舟就想 赵书记正值当年 夫人又不在身边 将这么漂亮的年轻女孩安排给她 不是在诱惑她 犯作风错误吗 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 唐小舟的生活变得极其规律 每天早晨六点半 她会准时来到这种别墅 别墅的一楼有她的一个房间 里面放了一些换洗衣物 到来之后 她进入自己的房间 以最快的速度换上运动衣 走到一楼大厅时 赵德良恰好穿着运动衣 从二楼下来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 赵德良并不和她打招呼 直接出门 后来 两个人有了很深的感情 赵德良便会主动地对她说 小舟啊 我们走吧 唐小舟站在门的一侧 等着赵德良小跑着出去 才在后面跟着 赵德良的生活最有规律的部分 就是早上的这段时间 她会沿着青山湖跑半个小时 又打半个小时的太极拳 回到别墅 洗过澡 再从楼上下来 和唐小舟一起吃早餐 因为此处离办公室很近 吃完早餐后 便由唐小舟陪同 穿过省委大院的后门 步行进入大院 一些人摸清了省委书记的规律 很早便等在青山湖公园里 只要赵德良出现 他们也装着跑步 趁机接近赵德良 最初 唐小舟非常担心 害怕出现安全差错 可是时间久了 他觉得这样也好 那些试图接近赵德良的 都是省委省政府的干部 这些人一多 其他的人也就不可能接近了 反倒起了保护作用 赵德良做事很有原则 陈运的时候 绝对不谈公事 人家和他打招呼 他也就只是点点头 绝不答一句话 唐小舟也及其董事 偶尔遇到个别人 想和赵德良纠缠 他会立即上前 隔在那个人和赵德良之间 到了晚上 唐小舟将赵德良送回这里 才算是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他又会骑上停在这里的自行车 独自回家 只在很少并且特殊的情况下 才会住在楼下的那个房间里 记得第一天送赵德良回住所的时候 时间还早 十点不到 唐小舟首先下车 替赵德良打开了车门 赵德良跨下车后 昂着头向前走 唐小舟便提着包跟在后面 他原想跟着赵德良进去看一看别墅的结构 毕竟自己可能常常进出这里嘛 可是到了门口 赵德良的服务员赵薇立即打开了门 声音甜甜的说 郑叔叔回来了 赵德良应了一声 回来了 于是便跨进门去 唐小舟正想往里面走 赵薇已经拦在了他的面前 接过了他手里的包 唐小舟还没有回过神来 赵薇已经反身进屋 并且将门给关上